鸽子防护网 哇 这个网现在铺好了 非常的漂亮 把这鸽子挡在户外 不要进来了 很不错啊 看一眼全关 倒数第六层 是今天做的 二 这个 对了 这个沙是今天我们做的 防止鸽子来进来 多好 这个上 然后再往下两层 这是别人家的 之前做的 对 这个楼可以 旁边都可以 很好啊 OK 这个case是在石家宝 一个building 今天做什么呢 做一个 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看客人一起帮我们来做点事情 然后先把这个插上去 这是什么呢 再看阳台 老有些鸽子飞进来 非常脏 这个阳台 然后我们把这些 这个尖尖都弄好 盯在阳台上 盯在这阳台上 然后之前也试图搞过 但是还是没有用 但今天呢 就是盯在阳台上的同时 我们要布一个网 布一个网在这上面 现在材料呢 都已经买好了 这个呢 是网 这个是网 其他的是辅料 然后呢 今天主要是搞这个工作 看最后结果啊 OK 这个呢 就是钉的东西 然后在这里 搁在这 搁一排 对 然后在搁一排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再挥一个网 防止鸽子 好 师傅们正在穿网 穿网之后一挂 效果就出来了啊 然后刚才把这个给他 割上去之后 可能说刚才有几只鸽子 想飞没飞进来 然后但是呢 有时管用 有时不管用 也试过什么胶带啊 什么的这声响声啊 都是不管用的 鸽子可能也不怕这些了 然后直接从这上面飞过来 有针扎的也没用 现在是 所以说最后的办法是 割网 但割网的前提是 这个楼可以 Permit 已经申请好了 是可以的 所以没有问题 好了 现在这个网呢 就铺好了 网碰同时 这里呢 又弄了一排 小刺 不让鸽子站在这个 坛上 很好 很安全 这个呢 现在大理胶粘着 因为这边是铝 做了一个防水的木条 防水的条 弯的条 搁在上面 然后这有空隙 也都 给他挡住了 现在鸽子不会再进来了 很好 客人很开心 也很满意 这个事情做的 多好 好 这个防鸽子进入的网 我感觉做完之后 真的很好 好的好的 不错 也不倒视线 多好啊 我感觉做完之后